今年7月 蘭恩幼兒園舉辦以蘭恩幼兒園為名 辦理第41屆也是最後一屆的畢業典禮 8月正式改名為蘭以部落付助交保服務中心 由園命會跟台東縣政府補助教育經費 期望促進孩童的學前教育 主要是促進嚴重民族的幼童 學習他的族語跟歷史還有文化 這樣一個學習經費 所以希望部落的人士跟我們承辦的男人來共同付助 另外為了讓孩童與家長了解教保中心的教育業務 首次辦理親子座堂會 除了在會前安排蘭以鄉衛生所衛生教育宣導外 教保中心主任也詳細解說今年度多研教學課程 我們也會安排族語故事 然後族語律動 然後詩歌的律動 或是華語的律動 或是英文的律動 因為我們的教學是要多遠 不是單單只有教族語 我覺得他們的那個教學的內容 改成這個蠻不錯的 因為他們有加入很多文化的推廣 然後有去部落跟一些自然跟母語在推廣 過去蘭恩幼兒園是島上唯一私立的幼兒學校 今年更名為教保中心 蘭恩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期望所有家長們還有外界繼續支持蘭恩對學權教育的重視跟推動 原詩新聞小滿的盛臺東南語採訪報導 歡迎收看